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吉普普斯 那涨多的个股最近今天有一些开始出现一个震荡 但是就整个大趋势来看的话 美股的部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道琼指数创一个新高 道琼指数创一个新高 S&P也是创一个新高 S&P四大指数都来看一下 废城半导体的部分是在月限制上做整理 这废半 NASDA也是在月限制上做整理 那刚才跟大家讲 有些涨多个股会出现震荡 所以股票操作有选股跟策略的部分 我们今天就以我们7月14日买进的这一档个股 来跟大家做一个策略性的说明 7月14日早上11点15分250买进的宏基资讯 买10张的话 买10张的话 来 现在 以现在这个价位来看的话 买10张的话 大概 赚了 昨天是140几万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一张赚 一张赚13万5000 你可以先出7张 留3张成本75万 那你赚的部分已经超过75万 大概会赚95万 那简单的说 10张的宏基资讯 如果以今天 现在这个价位 你卖7张的话 你到 剩下的3张完全不用成本 0成本 10张 我现在是跟你讲策略面的部分 这连拉5根 我们250买的 假设你卖7张 你大概是赚95万左右 那你留3张的成本大概75万 3张都不用成本 而且还倒赚20万 那你这3张就不用理他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我跟你讲 股票操作不是只有选股面 还包括策略面的部分 我们就以 我们7月14号这档宏基资讯 假设你卖7张的话 你3张 是完全不用成本的 还多赚20万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当然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因为有时候他 连掌5根之后他会横盘 他可能横盘2、3个礼拜 横盘之后也有可能再攻 如果他题材够的话 他有可能再攻 那今天另外 今天很多人是 早上是很关心这一档个股 提列力逊的损失 有没有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 没跌啊 股票往往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他没跌 他是AI三雄 但是有些人一早跑去放空的就被嘎咯 他没跌哦 你看他涨这么多还是没跌哦 涨多难免会震荡 我直接跟大家讲 这一档个股他的空单已经被强迫回补两次了 一次在4月7号 一次在629 那他今天这个 市场该怎么解读 他只是把以前手机部门做一个了结 力讯的部分 大部分是琢磨在手机 那大家知道他现在是所谓的AI伺服器 他专注于整个AI伺服器 所以说整个波段 指标股的部分 跟你想的也许不太一样 你要用策略 来做一个完美的一个 击败大盘 也就是说 除了选股还要再加上策略 股票操作是分两个区块 所以我刚才会用 我们250买的这一档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假设你现在卖掉7张的话 你3张都不用成本 0成本 你不相信 3张原本成本是75万 但是你赚的 7张赚的都赚了95万了 零成本再多20万给你 这个就是策略面的部分 策略面的部分 那当然 假设你5月16号跟我们会员来 买进100张广达 假设跟我们会员一样 5月16号星期二9点20 买100张广达 你动用的成本大概1000万 那广达你一样 可以用刚才的那一种策略 你现在卖掉是2500万嘛 对不对 你可以 你可以卖1000万就好 让广达零成本 这个就是策略面的部分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可能有人听不懂 但是这个并不难 你在这我们5月16号 较进对不对 来 100张的话 有些100张是刚好1000万嘛 那你假设你现在全卖的话 你现在全卖不是2560万 但是它有可能在涨啊 所以你可以只卖掉1000万 让你的广达100张变成0成本 因为你5月16号跟我们买100张的话 你的成本刚好是1000万 你听我的意思吗 股票有时候是有一个策略的 涨多股有时候你可以做一部分的调节 它已经涨2.5倍啦 2.5倍你可以抽回一部分的资金 你投资1000万你可以先卖1000万 大概就40张嘛 那你还留 40张就已经1000万啊 一张现在是25万嘛 40张就1000万了 那你是还留60张0成本的 你听我的意思吗 股票是要有策略的喔 你刚出5月16号 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个调节 你就是调节40张 就现在这个价位 把1000万收回来 你的60张广达已经变成0成本了 你说这样的一个选股跟策略 有可能会输吗 股票操作要有 要动头脑 不是只有听消息 要动头脑 其中包括选股面的部分 跟策略面的部分 那为什么今天我特别 也把策略面的部分也给 讲给观众朋友听 你看我电视你无非就是想要在这边捞钱 我就是把我毕生的所学 你能吸收多少 你就吸收多少 我也不怕你学 那你还没学够的 记得 ji68前面记得多个小老鼠 要先加入我们的light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支叫做AI伺服器嘛 5月16号是这 盘整区率先发动 我刚才跟你讲如果说你买100张的话 你现在把它卖掉 你要卖40张 因为你5月16号买你是1000万 1000万100张 那你今天如果要做一个调解 你就是卖40张 你留60张的广达都是0成本 这样听不懂 有人说 怎么这么恐怖 这就是股票操作 不要怀疑 这就是股票操作 不是跟你赚一个便当钱 你要赚便当钱的 你不用看我电视 我都是赚大的 我没有在跟你赚便当钱的 6月6标嘛 有没有来 这支是AI伺服器嘛 我跟你讲双箭头 一支 一支就是今天有利空的伪创 一支就是率先发动的广达 整个AI族群就是这两党会最凶 会最强 你相不相信 你相信也好 你不信也好 我们等着看 一个月前 DIET至少七八个 我问正哥 正哥你觉得150的广达贵不贵 我直接跟他回答 150的广达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贵 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他会横盘整理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所以我今天才跟你提出一个策略面的部分 一样 宏基资讯也一样 你可以卖六七张 你变零成本 你变零成本 好 接下来 左边测标 新标马力马跟商 来这一档 这一档 爱与筹码面 我就不再公开了 来 这筹码比较轻 但是他的技术面转强 即将要除钱洗了 EMC煎冰 另外 AI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漏网之余 还具有潜力的 这一档 隐藏版 隐藏版 你看技术面 它是台湾第一家推出AI自动生成图像的软体厂 这个提示应该够明显 技术面 刚好勾上来 这个都属于筹码比较轻的 我不便在电视上 直接跟你讲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 来我的LIOT JI68 前面记得多个小老鼠 前面记得多个小老鼠 那 广达他已经登上了 银收一哥 NB代工 另外董事长林百里的部分 他已经成为台湾的首富了 比郭董 郭董现在是台湾的第三名 林百里已经变首富 你知道以前那个明德乐园吗 事实上在几年前明德乐园 林百里就用4亿来收购 变成自己的私人农场 有钱就是任性 人家是首富 对不对 刚才跟你讲的 昨天我跟你讲 微星会跟技嘉比价 今天微星跌 我是一样拿出来跟你讲 因为还不到我们的成本 7月20号 19、20、21都有 还不到成本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对的时间操作对的股票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现在有一些涨多的个股 会震荡换手 你就以今天 很多人都想要看3231 对不对 今天不是有头版消息 有没有 伟创宣布 透过大陆子公司 将利讯的股票出清 总金额17.33亿 平均价格30.74 这一次损失了 12.66亿的人民币 分成几次来提列 那也就是说它 经过这一次处分之后 它持有利讯的持股 已经全部出清 不再持有利讯了 第三季会提列 4.23亿 事实上影响EPS 也不是说很大 但是今天开个小低盘之后 有跌吗 有跌吗 这个是AI的双箭头 一档是广达 一档就是这一档 很多股市小朋友 都这一档 每天在那边充 都很好赚 他们流行的话叫做 你今天伪创了吗 表示他常常在伪创 这边赚得到钱 你今天伪创了吗 那台股现在 你看看动不动4000亿 其中我直接跟你讲 有2000亿的量 今天报纸讲的 有四成的量都是当充 当充当然是要充人器指标 但是我个人是不建议当充 你像我们广达可以 报两个月可以赚 60张都变零成本 所以你当充你赚的 就是赚的比较少 而且你当充 你技术如果 技术不够的话 八九成大部分都输钱比较多 赚也是赚不多 赚也是赚不多 但是如果你采取一个波段操作的话 100张的广达 当初成本是1000万 你现在直接把它卖掉 40张1000万收回来 你还有60张免成本的广达 好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我跟大家讲 涨多股开始出现震荡换手 您来看一下 这档个股今天跌停板 这个也叫涨多股 涨多股开始出现震荡换手 今天跌停板 有这档个股的 可以直接来找到我 可以直接来找到我 当然我跟大家讲 涨多股出现震荡换手 就是这些涨幅比较多的 所以我刚才才会提出广达 凌成本的这个观念 我再讲一次 股票操作 除了选股之外 还有策略面 两个缺一不可 你很会选股 你不会 你选到标马 你赚个便当钱 你就跑了 一样没用 所以说选股跟策略一样重要 5月16号你买100张广达 你今天你如果想要调解的话 你要调解几张 调解40张 60张零成本的 你把1000万抽回来 100张 40张你现在卖掉就是1000万嘛 你留60张 不用成本的 跟他长期抗战 因为你已经临成本了 抽出来的1000万 你可以在 左边可以在找新的标马 这就是股票操作 不要怀疑 股票操作不是只有选股 我今天讲出策略面的部分 是我 二十几年来 股票你想要赚大的 你可以来这边来找我 你想要来赚大 赚大的才来找我 你要赚那个便当钱 你自己去操作就好了 想要赚大的 有这个企图心的 再来找我 有这个企图心的 再来找我 好 操作股票你常常会犯 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既然刚才跟大家讲 股票操作不止只有 选股 还包括策略面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用一部分的时间 这个我们之前也在 我们的lighter有做过分享 lighter在这边 ji168前面记得要多个小老鼠 而且小老鼠不可以省略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lighter 好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股票操作 你常犯几个错误 来 这个都是很容易犯的错误 这个绝对不要犯 来 你不用摊平 我政哥也不是 每次选股一定百发百中 我的胜率大概六成到七成而已 但是 我赔了股票一下就砍掉了 我留的 就是留这一种飙上去的 一百张 你今天卖出四十张 抽回一千万 六十张是零成本 这一档250买的 7月14号 假设你买十张 抽回七张 留三张零成本 还倒赚二十万 这个就叫做股票操作 这个就是股票操作 除了你选中主流之外 你还要 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来 第二个你会犯的错误 你看一下 你有没有犯这个错误 不敢买强势股 不敢买强势股 广达5月16号 还没有发生后面这一段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奇怪 这个会涨吗 5月16号跟你讲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会涨吗 会涨吗 你还在怀疑对不对 有没有涨两倍多 有没有涨两倍多 那今天 256 你卖出四十张的话 刚好零成本 你还留六十张 不敢买强势股就是一样 你不敢买 刚创新高的个股 这个我再跟你讲 这个有两种 我在light已经分享过了 创新高有两种 一种是刚创新高 一种是涨一大段 刚创新高的时候 就是5月16号 那时候是刚创新高 盘整区刚好突破 这个叫刚创新高 那 有的现在还在创新高 但是他已经涨两倍多了 还在创新高 这个就不叫刚创新高 事实有两种 创新高也有两种 你要搞清楚 有些是标了一大段 有些是标了一大段 那有些是刚创新高 我们要找的 你要来我light 你要来找到我的 我们就是要找刚创新高的 然后他会展开一大段 有没有 5根 7月14到现在5根 那你现在可以做策略性的一个 调节嘛 对不对 要卖就卖7张 留3张零成本 还倒赚20万嘛 广达100张 那怎么去做策略 卖40张啊 留60张零成本的 60张零成本你还在怀疑喔 你不知道股票在标都是这样子喔 你看我电视 你5月16号你看电视 你刚好买100张的 相信你看我电视 应该不太敢买100张啦 因为你一天到晚都要东看西看 东看西看 我实在是很想帮你啦 但是我又很怕你分不清 到底谁比较厉害 所以我今天把我的 看家本领策略面的部分 也一并分享给你 也一并分享给你 我直接跟你讲喔 股票操作真的在大赚的 不是只有选股喔 很多人一直在找名牌喔 你选到标股你不敢报 你一样赚不到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5月16号开始 我一直在跟你讲广达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跟你讲 策略面的部分 知道了就知道 不知道了就听不懂了 就听不懂 好 来 最后 你常犯小赚出场套佬常报 假设你5月16号 跟我们一样买到广达 假设 但是这几天还在震荡 你会不会赚了3块钱就跑掉了 有没有 你市场这样 然后才喔 后来喷出之后 为什么不报 我之前是不是送你一句话喔 大钱是报来的 对不对 大钱是报来的 大钱是报来的喔 你这个报两个月 你才有办法 你今天调解40张 才有可能变零成本啊 你懂我意思吗 大钱是报来的喔 1000万 你假设你今天全部出你是2570万 100张 你现在这个点你全部出 是2570万 但是它还有可能会涨 不是不可能 喔 我之前是跟你讲过 货柜山雄的例子 来 有没有 我有没有跟你讲货柜山雄的例子 货柜山雄涨五个月 我不敢说AI山雄会涨十倍喔 但是货柜山雄是涨十倍 尾创涨三四倍而已啦 今天有利空 开机走高 大事不是你想的这样 事情往往不是你想 操作股票没那么简单 不是所有利空就会跌 要不然就不会有利空出境 利多出境这样的话语 好 高阶封装该怎么去做一个锁定 来 好高阶封装包括十字层的 红硕 包括3583的西云 甚至包括6196的 凡旋有接货台积电的订单 艾斯摩尔极子外光的供应链 艾斯摩尔极子外光的供应链 操作股票刚才已经把策略面的部分 也一并 不偿失的都跟你讲了 新标马力马立即跟上 来 来我lite 通关密语 EMC电池 通关密语 要有通关密语我才能给你 来这边技术面有转强 技术面有转强 这一档爱与筹码面 不便在电视上直接说 你想要知道的 直接来我的lite索取 直接来我的lite索取 我的lite在这边 ji68 前面记得多个小老鼠 你看我电视几个月 你错过了广达 你错过了宏基资讯 你错过了重企这些标马的 马上来我的lite 我们开始要来布局新的 全新的标马 那有些人可能不晓得说 操作股票到底要怎么赚最快 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创新高有两种 你就是要买进刚创新高的 然后让它涨三五个月 涨一大段 买高绝对可以卖更高 我买的广达100块也不是最低 你既然100张你把它卖掉 刚好可以有2570万 现在2580万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